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做的事只是长途跋涉后的返谱归真 关于极简主义生活 知乎上有这样一条定义 极简主义就是要通过砍掉生活中一些东西 来减少这些明显弊大于利的事情 从而改善你的生活 也就是说减少物品只是手段 减少这些生活中无益的事情 从而腾出时间精力 留给更多有益的事情 才是极简主义的核心 一言以蔽之 极简就是通过山繁就简 去无存经 从而更加系统投入专注地处理人生中 真正重要的事情和追求 从不同角度来看 极简生活可分为物质极简 信息极简 生活极简 工作极简 精神极简等方面 它其实可以渗透到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领域 从物质角度而言 日常生活无非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既然一排在第一位 我们不妨就从衣服上来说说极简 一夜可知秋 管中能窥抱 翻翻朋友圈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包括处事态度 即可略知一二 我将刷朋友圈当作一种放松 放眼望圈 形形色色 零零总总 很有足不出户 却可眼观八方 耳听六路的感觉 网购五件白衣服 五双白棉袜 这个夏天就这么过了 晒美衣亮包已经司空见惯 当我看到蒂姑娘这条文字动态 并且戴上相应配图时 感觉眼前和心头都有 钉的一下亮了亮 不是因为白衣服 也并非白棉袜 而是蒂姑娘的生活方式 蒂姑娘长得眉清目秀 从容淡雅 好似一朵江南茉莉 她文艺清新 日常生活内容包含这些 卖茶叶 养蒙犬 听曲子 翻闲书 有时也练练瑜伽 清明时节上山去茶园 甄选新茶 给人印象就是 简单的精彩 清爽的风盈 忙碌中不乏从容 一如她微信签名 现世安稳 岁月静好 有意思的是 蒂姑娘发在朋友圈的 个人照片 几乎都是白色衣服 对于女孩子来说 夏天的一个优势 就是可以每天变着花样 穿漂亮衣裙 淑女的 仙气的 风韵的 花枝招展着 美艳窑窍着 整个夏天就穿白衬衣 而且同款 蒂姑娘的心思 不在衣服上 我倒认为 清一色的白衬衣 丝毫不影响 她的生活质量 精神气质 反而让人感到 清爽 简单 无独有偶 一位相识很多年的朋友 也有过类似举动 碰上中意的衣服 一次性买好几件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必在 购买衣服上 花费功夫 这位朋友跟我说 在饮食和穿衣方面 她从不讲究品牌和花样 简单一些就行 在住所上 从不愿意将就 必须有一个 可以让她栽花种草 专心做木工活的院子 徐敬蕾 是我喜欢的艺人 多才多艺 不为世俗所富 活出自己 一直关注她微博 闲暇时会看她记录的 美好的鸡毛蒜皮 譬如 半年前她发了句 决定一年不买衣服 谁和我一起 评论区应贺者众 前几天 她又发了句 半年零十天没买衣服 很有成就感 当初说和我一起的 都有谁来着 这回 评论区各色回应 有人吐槽 你有存货 我没有 有人举手表示 自己在榜样力量的鼓励下 同样做到了 有学生党自嘲 永远都是校服 更多人在感慨 臣妾做不到啊 好厉害 我十天不买 就控制不住 也有人问 为什么要控制自己买衣服 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 意义有这样两点 第一 缩减无谓浪费的时间 将更多精力与心思 投入生活本身 第二 以少为多 留下喜欢且必要的衣物 极简生活 丰富思想 都说 女孩子的柜子里 永远少一件衣服 只要逛街 不仅是纯粹的买买买 还像火车开过 逛吃逛吃 一个下午 乃至一个周末 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呢 往往劳民伤财 除此之外 不仅一次看到 有女孩子表示 自己心血来潮 买回的衣服 拎到家后就后悔了 穿之无味 弃之可惜 然后丢进柜子 就像把她打入冷宫 每次整理的时候 都成为累赘 外国有句谚语 三条路不如两条路 两条路不如一条路 一条路不如没有路 有时候 选择多并非好事 尤其女孩子购买衣服 挑来挑去 挑肥减瘦 林辽也未必买到 特别心仪的衣服 时间都不知不觉花掉了 所以 无节制 无目的的购买 非必须衣物 对时间 造成双重浪费 简洁可能比复杂 更难做到 你必须努力 理清思路 才能让事物 变得简洁 但这么做 总归是有价值的 一旦做到了简洁 你将无所不能 乔布斯 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不管个人生活 工作会议 还是手机设计理念 他都将简洁 发挥到极致 在他年轻的时候 房间里的东西 寥寥无几 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的照片 一盏桌灯 一把椅子 一张床 家具也很少 几乎没有装修 因为在他看来 怎么装修 都不如简单明了 来得好看 若干年后 富可敌国 他在物质追求上 依然保持以往的 极简风格 饮食上 他经常只吃一种食物 着装上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各种演讲 或者颁奖场合 他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 黑T恤搭配牛仔裤 十年如一日 如果没有在生活上 如此讲求极简 做事格外专注的乔布斯 也许就没有风格 简约至极 且大受欢迎的苹果手机 从物质到信息 从欲望到精神 人生的每一个维度 其实都可以 山繁就简 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专注于心中追求 做自己所爱 从而获得心灵深处的愉悦 退至物质层面 衣食住行 吃喝拉撒 要极简 愿你我人生过得简单且丰富 清新又个性 就像正板桥的两句诗 山繁就简 三秋树 标心立意 二月花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越来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学为你疯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记得 一句话强大都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